你練嗎? 沒有耶 你要看哪個階段 其實在13歲以前 其實一直是處於沒有自信 我的幼童時期 是非常非常懦弱 然後非常 沒有看到媽媽會哭喊的那種小朋友 就是依賴心非常的強 然後我媽可能 下一秒突然就沒有在我身邊去忙她的事的時候 我就會看不到她 我就會哇哇大哭那種 我甚至就是有時候 像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是我有一次在我家的沙發上睡覺 然後我媽就偷 不是我媽偷偷 是我媽帶著我的姐姐跟她的同學去買麥當勞 然後我下午睡覺起來 怎麼發現家裡沒有人 然後我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把我家沙發 皮的沙發剔爛了 然後等到回來他們回來帶著麥當勞 我看到我的時候 我就 你們怎麼沒有帶我去 然後我就整個就 整個大哭大鬧 我覺得那個階段真的很還蠻幼稚 然後很不懂事 那時候那個階段 像小狗 很像 我覺得小狗才會就是主人不在的時候把家裡刀得很亂的那種 那你有練母情節好像聽起來 那時候我覺得吧 依賴心很強很強 對 所以你要不是母母未養時間比較長 所以 這可能要問我媽媽 這可能要問我媽媽 我還記得你小的時候 我喜歡中間這張 你知道我小時候有個綽號啊 叫 因為我家鄉叫台中 然後他們 我的親戚都叫我台中市長 感覺就很像是那種 大人臉 因為他們覺得我的臉長得很成熟 對 很成熟 就會露出一些大人的表情還是什麼 然後加上我的頭又很大 看起來很像小大人 所以他們都叫我台中市長 這真是啊 這我幼稚園畢業的時候 那這帽子 你們幼稚園畢業就戴博士帽啊 就小朋友裝可愛一下吧 其實我有點心不甘心 因為你不覺得我的眼睛 感覺好像就是 透露了很多心事 心情不太好 喲 這是誰啊 這個是我的鄰居 小時候的鄰居 真的嗎 特別連香西域這一張 真的嗎 對一般男孩 是不太會用這樣的動作 是抱女孩的 因為他覺得不挺玩 因為小朋友很頑皮 搬人家腦袋照鏡 他不看鏡頭啊 他不看鏡頭 你就只要把他口罩轉正 然後才可以面對什麼 我覺得就像你這樣長相的小男孩 就用標準看不出 因為小的時候對小男孩 就那種濃眉大眼才好看 所以這種小孩就特別清秀 特乖巧 對 但這種小孩越長越好看 真的嗎 對啊 你看其實你 可是我覺得小時候很醜耶 這種小孩很乖巧的其實 真的 旁邊那孩子其實很不情願 你仔細看我小時候有點朝天皮 朝天皮 朝天皮 鼻孔啊 就是 我爸爸說 朝天皮會露彩 在面相學裡面來講露彩 所以我爸從小就 因為很怕我長大以後 牽手不住 所以他從小就一直把我捏 一直捏 捏捏捏捏捏我的鼻子 所以才會 把那個朝天皮這樣翻轉過來 變成不要朝天皮 我覺得還好啊 真的嗎 現在基本是往下的 現在是還好 但是以前有點挺嚴重的 有點挺嚴重的 憑藉這張帥氣的臉 鄭元昌